刚出了一个跟地球上每个人每个物种都息息相关的地理热点大新闻 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还不是有生之年系列 而是经历一次人类有史以来系列的地球磁场颠倒 那就是NASA检测到了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地球磁场断裂 当然讲断裂一段太夸张了 简单来说就是在南大西洋有一块的地球磁场变得特别弱 并且这个位置还在一直的漂移还有变大的趋势 这块弱的地方太大了 会把地球磁场的磁感线分成两块局部相对弱的地方 这才是所谓断裂的含义 其实就是说这个磁感线的密度在这两块密度比较低 仅此而已 好那先来分析一下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首先就要解释地球为什么会产生磁场 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但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地球地核的外核旋转导致的 地核分成内核跟外核 内核是固体金属球 外核是液态金属 地核的温度大概是6000度左右 这个温度之下物质处于拥有大量离子的状态 离子状态就有带电的粒子 液体外核可以流动 由于地球有自转 所以可以想象地球的外核也跟着一块转动 带电粒子转动起来就形成了电流 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这是最基本的必要萨法尔定律 相比之下月球没有磁场 就是因为月球的质量太小了 内部温度不够高 内部不是带电的流体 所以没有内部电流产生不了磁场 但地核里的电流并非完美的环形 它会随着时间的推演变化流动方式 也就是它大概率不会是刚好围绕着地球的自转轴 做精确的转动 只要有一个不为零的垂直与轴向的角动量 它就会跟个陀螺一样做进动 这个进动虽然非常缓慢 但是最终可能会导致地球磁场的颠倒 根据观测地球的磁场 大概是估计每40到70万元左右会经历一次颠倒 北极变南极南极变北极 所谓的磁场颠倒就肯定有磁场强度 从一个方向减少到零 然后再向另外一个方向增大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磁场断裂 可能是磁场颠倒的前兆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人类科技才几百年的时间 磁场颠倒要几十万年的时间 也就是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 应该完全没有经历过磁场颠倒 那我们又是怎么知道 会存在磁极颠倒的现象的呢 这个跟火山喷发有关 火山喷发的时候喷出来的岩浆当中 其实是有磁石的成分的 在冷却之前这些磁石成分 在地球磁场的影响下 会形成规律的排列的纹理 人们发现了纹理完全相反的火山炎 再用同位素测个年代 就能知道存在磁极颠倒的现象 多少年发生一次也能够测量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 这次磁场断裂会有什么后果 其实磁极颠倒完成了应该还好 全球只要把指南针都换成指北针就好了 但是颠倒的过程会非常崩溃 因为磁场会减弱 地球磁场是保护我们 可以不受大量宇宙射线和太阳粒子流伤害的 大部分宇宙射线是带电的 在进入地球磁场之后 因为洛伦自立一般会汇聚到地球的极地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极光的存在 极光其实就是带电粒子流 在地球磁场的作用下汇聚到极地 然后碰撞并释放出能量 如果地球磁场没了 这些高能宇宙射线会直射地球表面 对地球生物造成比较大的损害 什么打断DNA链 癌电什么的发生机率也会变大 南大西洋上空的卫星 也会因为磁场的锻炼 被宇宙射线损坏 因为磁场其实范围很大 很多卫星的高度 其实没有超出地球磁场的范围 飞过那片区域的飞机 也有可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因为飞机的通讯信号和电子仪器 可能会被带电粒子干扰 总之这次地球磁场的锻炼 一定要引起全球重视 我们可能正要经历 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大事件 赞就不要点了 大家重视起来就可以了